哈喽大家欢迎回来up主的频道 战争机器五行动8现在已经更新了 然后呢这次还推出了一个新的地图叫仪式 今天要教给大家的是仪式这个新地图呢 要怎么防守怎么塔防比较合适 首先开具跑箱装备机翻滚下 按Z就可以快速启动装备机了 如果你是手柄的话 是翻滚的时候按右摇杆 接下来观察下分解器在哪里 再决定在哪里防守 这个地图有两种分解器的布局 如果你刷到的分解器的布局是这一个的话 建议呢再沼泽在顺点这里防守 这是最安全最容易的地方 然后打插的地方呢是装配机的位置 装配机呢它是有个安全区域的 在这个区域是不会刷新敌人的 你把装配机放在这里的话 就可以把敌人的出生点推得更远啊 为队伍争取更多的时间 而且建议呢你不要把装配机放在地图的边缘 这是一个非常蠢的做法 然后紫色的那一条呢就是路障了 还是和以前一样开局优先买一个武器柜啊 待会呢再升到四级 然后接下来就是买路障了 买很多路障 待会呢队友占领完分解器之后呢 就会过来交钱 哇真的是很壮观 当然呢我现在玩的不是技工 因为我技工已经满级了 所以说现在练的还是这个建筑师 分解器的布局呢 还有第二种 如果你刷到的是这一个的话 可以选择在飞鸟再升点 这里防守啊 这里还算比较安全吧 但是呢它没有沼泽再升点那么爽 沼泽再升点那里的光线非常的好挣的 队伍里面最好有爆破专家这样打得比较快 还需要一个神尸手 因为呢这个地图呢建筑物特别多 需要开头式去偷人 还有这个地图呢有个非常搞笑的bug 一个非常严重的bug 队友呢可以闯到地底下去 我那时候真的是笑的直接闯不过气了 太搞笑了 亲眼看着他人就这样没了 到后期你是可以直接三级入战四级入战了 毕竟技工的防御公司的生命值啊 抗性啊伤害都非常的高 玩技工的话记得带上这个护甲镀的卡牌 生命值高于50%的防御公司呢 减上32% 无论是屏障武器规诱饵感受还是其他的都可以减上 技工的技能卡呢有很多种玩法的 超载这阵卡牌也非常的有用 生命值高于50%的防御公司呢 增伤40% 无论是入战雷霆感受还是感受都可以增伤 如果你不想要增伤卡的话 可以改成心灵收桥 还可以减成本 甚至还可以改成疯狂斩税 最高呢可以增加30%的流血伤害 分解器在这个地方呢 还有另外一种防守方式会比较危险一点 也需要很多入战 好处呢就是你可以照顾到所有的分解器 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势呢会比较高一点 守这个地方的话最好要有个强吸手 需要他丢守雷不知陷阱 因为这个地图战略物比较多比较狭窄 一丢守雷就可以丢死好几个 这个地方是需要很多入战的 而且呢也方便他丢守雷 优先进造一级入战 等后期有钱了之后再把它升到二级 二级的话敌人的走路速度会更慢一点 而且呢二级入战的生命值还会更高 还有就是分解器记得好好保护 它不仅可以给你很多能量 而且呢还可以增加团队生命值 好在我昨天呢终于把这个进驻师升到20级满级了啊 终于解放了 真的如果你想玩共产师的话 还是玩技工会比较舒服一点 这个信徒称霸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的 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从8月6号到8月9号有300%的经验值加成 不要错过哦 无论是XP还是兵种经验值 CXP都可以有300%的加成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就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好的那么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